一整排琳琅滿目的黃金首飾 各個金光閃閃 不過現在的金價急劇飆升 金事可說是貴桑桑 乌爾戰爭 國際局勢緊張 加上全球原物料飆漲 通膨壓力等各種因素 讓堪稱避險首選的黃金 金價也是持續走高 今年一月金價一兩約 台幣六萬兩千元 累計至四月十九號 已經衝高到每兩七萬一千六百元 儘管金價居高不下 但台灣人對於黃金的執著 買單意願依舊不減 就連到美食賣場 都能購買金事 或是網路購物 各種銷售通路白白種 還有業者和超商合作 網路下單就能超商取貨 短短四個月就銷售上百個金條 逐年攀高 從去年合作到現在 有逐年攀高的跡象 那其實光這個合約季節 就run了快兩年 不會排斥說跟什麼什麼什麼 通路合作 黃金作為最佳避險資產 是不少人的投資選項 加上母親節即將到來 更成為送禮排行榜之一 如今國際金價漲勢驚人 背後帶動的金子買賣商機 也跟著水漲船高 三一選正小人 許湘雲台北倡報道